全台中古屋 溢價率高達20% 以台北市來說 中古屋房價就下修一成 房仲集團統計第四季 中古屋溢價率 新北市溢價率達23% 台北市則是六都最高27.1% 打出降價換成交口號 等於中古屋開價下殺73折 平均67天就可成交一步 現在帶你們看一間33年的中古屋 以台北市中山區中古屋來看 平數大約11瓶 一房一坪一位 從原本開價800萬 如今砍到700有找 信義和答案 單價都比一般像中山區 或大同區萬華區來得高 下修幅度一定會比這邊來得多 溢價空間拉大 信義區外圍區域 無星街7到7.5折成交 專家點出以往百萬起跳的行情 現在幾乎不可能 一手屋主是最容易殺到 比低價低很多很多的房子 因為一手屋主他持有很久 可能當年的成本 不過才一坪5萬一坪10萬而已 屋主自住客難以平衡 專家更直說 今年房市交易量 恐怕跌破27萬棟 少了差不多18% 那對於明年呢 我們認為 從10月11月的績效 看得出來 交易量有慢慢在回溫 就判房市低潮能快速通過 讓房價能有感降價 增加買氣 東森採集新聞張家純 衛林彥 台北報導 東森採集新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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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